大家好,欢迎您的到来 快到中秋了 今天咱们用平底锅做月饼 看一下两面色泽鲜料 在家做干净又卫生 关键还好吃 看看我是怎么制作的吧 盆中倒入45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50克的玉米面 玉米面的作用能够使月饼的皮酥香又好吃 放入两克的小苏打 20克奶粉增加香味 所有食材充分搅拌均匀 接下来锅中倒入150克胡麻油 家里没有胡麻油的可以用其他的食用油来代替 胡麻油的颜色会更加的漂亮 加入10克的棉白糖 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些 200克纯油奶 烧至开起锅来有这种大泡泡即可关火 晾至1分钟备用 晾至1分钟后 倒入面粉中 翻拌均匀 翻拌成没有干粉的面疙瘩 下手揉成团 揉成面团即可 盖上盖子醒至30分钟 中间的时候可以再揉一次 接下来我们来调制一个糖馅 碗中放入两勺红糖 半勺黑芝麻 半勺的白芝麻 半勺花生碎 一勺果干 总之这个馅料自己喜欢吃什么果干 咱们就加点什么果干 最后加入一大勺炒熟的面粉 这面粉一定是熟面粉 加入少许的熟油 翻拌均匀 这个糖馅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样稍微的湿一点 别太干 这样就可以了 行着好的面团 直接一大案板上 不用搓揉 切记 越揉这个面越发散 直接搓成长条状 切分成大小均等的面剂子 一个面剂子大约80克左右 接下来我们把每一个切好的面剂子 在手心里压一压 然后再揉一揉 让它看起来表面更光滑 全部制作好 取过一个面剂子 直接压扁 用擀面杖擀成圆饼 也可以用手直接压成握头形状 然后包上馅 这一步更适合新手 因为插了玉米面 压制的过程中 边缘有一点点裂开 没有关系 一点都不影响 看一下 这光面朝下 反面朝上 四指收拢 形成一个窝窝状 放上我们调制好的馅料 压一压 再放一些让它薄皮大馅 然后右手的虎口 脱起面皮 往上走 转动至糖馅和面皮 基本一平的时候 继续往上收 左手的拇指 压一下馅料 右手收口 记住 这个收口处一定要捏 捏紧 防止烙汁的过程中 糖露出来 小尾巴捏扁 放在一边 整理一下 整理的更圆润一些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模具 直接扣在上面 稍微用一点力 压上两三下 让它花纹更深一些 提起模具 自动形成月饼的形状 压好的月饼生坯 在中间的部位 点成一个小红点 让它更有过节的气氛 刷点薄油 烙出来的月饼不发硬 饼铛或者平底锅预热 刷一层油 油热以后 放入月饼生坯 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 中小火慢烙十分钟 烙至月饼的底部变色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翻面以后 继续中小火慢烙 烙至月饼的另一边变色 给它再次翻面 全过程大约需要18分钟左右的时间 烙至两面都呈现这样的金黄色 特别漂亮 就可以出锅了 喜欢的家人们 动手试做吧 我是海娟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